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逢 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 就是这么一个成绩全班倒数 上课时间在宿舍睡觉 晚上偷偷翻墙去网吧打游戏 被班主任所痛恨的一个人 你怎么也想不到若干年以后 他会成为副总裁并且身家千万 他叫钟声宁 是五平一中2005届高三期班中的一员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年代 学生父母的收入来源 基本上来自于务农耕种 一天收入只有12块 想要改变命运提高收入 只有读书考上本科 只要考上 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供孩子读完 每天早上六点 学生们都会自觉地来到教室早博 唯独明哥还在宿舍舒服地 跟着周公一起做着白日梦 哪怕已经颓废成这样 班主任也要不济于力地赶往宿舍 把他叫醒并且痛吃一顿 除了是老师的职责 能帮一个是一个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他是语文老师 在一次期中考试中 没怎么上课的明哥 语文成绩竟然高达103分 在每次考试结束后 每一科成绩的班级平均分 是老师之间的评比考核之一 所以 这也是班主任不肯放弃明哥的原因之一 要说内卷 996怎么也比不过高考了 早六晚九的学习时间 已然让学生们喘不过气 但为了提高成绩 以及对父母们开了一次家长会后 学校也是把晚自习时间提到了10点半 为了提高成绩 班主任春歌也是开了一场班级动员会 让同学们踊跃发言打打鸡血 幸福这一年 开心一百年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应该学会欣赏 欣赏我们班 相信我们班一定能 在高好中取得好成绩 面对着枯燥乏味的动员会 明哥也是凭一己之力 让整个场子热了起来 既然有U等身 X等身 中等身 X等身 我觉得 像我一样的 X身可以 做到不气馁 或者不放弃 郑士华游记科唱得很好 他说 就是 也许有一天 我们再相同 睁开眼睛 看清楚 我才是英雄 虽然有不少的人在嘲笑他 但依然抵挡不住掌声的振振起来 这也是他唯一在班上的高光之一 随着鸡血逐渐沸腾 春哥也是把这场动员会推向了顶峰 让五平中2005届高尚计划 成为顽强低谱 后来以上的大渔词 同学们便把这股径全部用在了学习上 而明哥则会晚上翻墙出去 把鸡血用在了网吧通宵上 当时的他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同常人的经济头脑 通过一款网易的游戏 赚到了人生中的一桶金一万块人民币 一部几千块的诺基亚也是潇洒地拿在手中 通宵完就跟小伙伴一起吃个宵夜 不想读书的他一直下不定决心休学 主要原因也是家庭务农 而他现在也是不务正业赚钱不稳定 并不会得到支持 升学率是时代下的产物 也是学校 老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无形的压力也是让班主任又当爹又当妈 哪怕能为班级倒数的学生争取多一份 也能打败几千人 所以班主任也是跟明哥妥协了 允许他们每周六可以去一次网吧 虽然班主任能保他 但保卫科的人却丝毫不给他任何面子 明哥最终也是被教务处的人带到 并且研究处分问题 班主任也是仿佛像穿越人一样 在钟声明身上看到了未来 选择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保他 并且还约了教务处的老师私下沟通 商量着不要让处分进入档案 不然他这一生就毁了 随着家长的到来 只要明哥当面肯认错不去网吧 并且在班主任的协助下 这件事便能过去 但面对着父亲的脸色 钟声明的叛逆心理也是再次展现 哪怕处分已经张贴在了宣传板上 明哥依然不在乎 只因他手中有着接近一万块的存折巨款 虽然是学渣 但他的梦想依然是想考上一所大学 然后自由自在地上网没有人管 距离高考还有14天 高考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共860万人 而高校学位只有475万人 40%的人会被淘汰 在座的每个学生不仅背负着升学压力 还有家族的使命 作为全村唯一的高中女生 如果考不上大学 他们的唯一选择是复读直到考到为止 不然就没脸见乡村父老 父母们也是亲近所有 花了几百块给自己的孩子买不品 只为光宗耀祖 就在高考前夕 为了不给学生太大压力 并且考得差后寻求短见 班主任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变化 消失在大众视野的终生名 也是不出意外的高考落榜 选择了复读 并且考上了一个三本 在大学毕业后 抓住了互联网浪潮 做起了电商一年赚了几百万 从此开启了人生逆袭之路 有人说他只是瞎猫 撞见了死老鼠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 能在这个年纪 在大家嘲笑的目光下 说出这样的话 足以证明他的勇气和大胆 在那个年代想要赚钱 还真的应了那句清华北大不如胆不大 我希望处在 跟我一样处在徘徊 或者说处在忙忙的门 我送大家一块 就是 他若实隐隐隐 感谢我王朝不断